在讯息区留言也可以 我们有线上有小帮手 或是我也会稍微来留意一下 我们讯息区的内容 然后可以跟大家来回应互动 也保持沟通的管道是畅通的 因为是线上研习 也比较可能也没办法 关注到每位老师目前遇到状况 所以说如果老师 在整个研习过程里面 那就是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话 欢迎直接在留言区留言 或是说开启麦克风 跟我们询问都OK 好 就来继续了 对 然后因为是线上研习 因为今天的研习 酷音的研习 希望老师们可以一起共同来操作 所以说老师如果方便的话 如果说老师有两台装置 可能电脑一边操作 然后旁边可能有平板可以观看 这就是最佳的状态 但如果说老师不方便 有那么多装置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萤幕也是可以开启双分页 一个分页就是看我分享的画面 另一个分页就是老师可以自行操作 或者说老师想要自己操作 那也不要忘记就是 偶尔可能要回来到这个会议室 然后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这样子 好的 那这也是本学学期也快要结束了 老师们都辛苦了 尤其最近可能又毕业季吧 大家应该都比较忙碌一点 好 那我们就一起加油 剩下不到一个月就可以稍稍的休息了 这样 好的 那所以我们平台里面 就是有各样不同的比赛 各样主题式各样的不同比赛 然后我这边就是会先跟老师们来稍微宣传一下 分享一下 Core English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比赛 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来 带孩子们一起的来参与Core English里面的所有的活动 那首先的话是我们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其实从去年度就开始有办理这各样的自主学习 重点就是鼓励孩子们可以培养自主学习的好习惯 然后透过奖品奖励 然后每个月只要有花时间在我们Core English上面来去做学习 然后有累积一定的时数 然后参加一定的参与里面的课程 那只要达到就是规定的标准 那他就可以获得奖品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今年度每个月 每个月都会颁奖 月月抽奖 那所以说可能再来6月 然后7月8月孩子们可能就是放暑假了 在家里 那其实他在家呢 老师也可以派一些暑假作业 让他们就是说呢 暑假的时候呢 一样可以在平台里面然后去做学习 那在平台当中所做的学习 也可以累积在他的自主学习的时数里面 就是他可以不断 就是完成了老师的作业外呢 他同时也可以累积自主学习的时数 那也可以有机会获奖这样子 其实就是这几个月这样下来看到 其实小朋友好像暑假 可能是参与度好像稍稍的低了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好是可以借这个机会鼓励他们 就是诶 暑假反而时间比较多嘛 那或许可以安排一些时间 让他们可以参与线上的 Cool English的自主学习 那他比赛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网站上那边也有写一些办法啦 那这边就稍微再跟老师们就稍微复习嘛 稍微跟老师们说明这样子 那如果说老师的学校是位在一般地区的话 那时数大概是10个小时 然后偏远大概是7小时这样子 那反正这活动呢 就是随时如果有什么调整改变呢 其实也都会挂在Cool English的官方网站上面 老师也可以随时follow我们的官网 然后或是Facebook上面也会有一些更新的资讯 那目前的话就是学生只要有上去 然后其实就是打 像是一般地区5小时未满10小时 其实这5小时还蛮快就达到的 或说偏向的3小时还未满7小时 那他就是可以抽出600块的奖金喔 然后或是有获得那个小礼物 都活动这个都蛮优渥的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哦就是那个比赛规则啦 那就是老师们可以就是 在官网那边都有就是他都会有把办法放在上面 所以老师可以上去看 好然后再来就是县市比赛 就各县市啊 最近呢就是各县市开始就会去跟Cool English的县市合作 然后有办理各县市特色的比赛这样子 那我想今天是全国的研习嘛 所以我们在场可能有来自不同县市的老师 那刚好就是如果说 这个刚好是您的县市呢 有刚好档期内有活动啦 那就也还蛮 呃鼓励老师们可以把握机会 然后带孩子们一起参与 只是说呢 就是呃有些比赛 其实那个日期也快到了啦 所以就是剩下几天的时间 大家就要好加油 好那首先是这个苗栗的 苗栗专区的 嗯哦好 苗栗专区 那他们呢其实剩下几天而已 所以说如果说是苗栗的老师啊 那如果哎呃还剩下几天 如果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话 可以赶快让孩子们赶快完成 呃苗栗专区的练练英语 是那个生活英语的语音辨识 口语的语音辨识 然后跟打歌字会 好那这是苗栗地区的活动 好的那再来就是我们高雄的 打口碑啦 高雄专区 那高雄这一次呢叫打口碑 那我们呃是分为两个认证 一个是阅读认证 就是读读本15本啦 然后另外一次打歌也是15首歌曲 那只要打歌然后符合他 这一次高雄的标准是80啦 然后就可以呃 获得就是打狗碑的这个认证 然后跟呃打歌学英文的认证 那时间到下礼拜一 如果是高雄老师呢 可以要把握剩下不到一个礼拜 赶快请小朋友加紧完成咯 好的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桃园 桃园这次也有加入我们的那个 Lonning English is so cool 桃园市专区 那时间也是快到了啦 到6月9号也是听力认证 然后智慧认证 所以如果说是桃园的老师呢 哎赶快哦 剩下几天而已 赶快来完成 好然后台中市呢 这边也有一个活动 哎台中的才刚开始而已 所以如果您是台中的老师啊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了 TC Taraki台中K歌专区 台中之前好像有办一个是口说的吧 然后接下来他们是办了这个打歌的部分 打歌学英文 刚好是哎蛮多孩子们 就是老师也蛮喜欢啊 学生也很喜欢 就是可以在音乐当中歌曲当中 学习单字 然后可以就是更认识这个 就英文也好或是歌曲 然后那我的学生 因为最近我们高雄市了 就就是有在参与这个打狗杯 那他们真的都很喜欢 那个打歌学英文的部分这样 那等一下今天的演习 也会跟老师们介绍就是打歌学英文 然后还有其他游戏的部分 好的 来然后这是台中的K歌专区 那可能就是老师就觉得 我们的县市可能老师的服务学校 可能不在这几个县市啊 或者说比赛好像都快结束了啊 然后就好像来不及参与 好像有点可惜 没有关系哦 我们再来啊 6月19号我们会推出一个新的 就是口说高手比赛哦 热腾腾的比赛 那这个比赛就是从6月19开始 然后到7月31号 刚好是暑假的时候 可以让学生呢 可以在家练习一下这样 好那这边有就最新的比赛办法 就今天在这演习跟老师们分享 那这个应该最近应该快要发公文到各校了 因为比赛快要开始了 那就刚好借着今天这个全国场的演习 就跟老师们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个比赛 那当然说口说的比赛 其实以往也有办理过 那可能有些老师是新加入啊 或是说第一次 可能第一次要带孩子们参加这个比赛 那我这边就说明一下 那因为这是 算是暑假的比赛吧 6月19号就期末了 可能很多学校大概会 就是暑假的时候再让孩子们操作这样 那这边的话就是 报名的时候啦 是就是小三到小六 然后或是国中七到九年级 就升升级后 也就是说现在的小二吧 现在小二到小五就参加国小 今年现在的小六到八年级 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比赛 好的 那比赛这边的话呢 就是老师这边啊 其实要记得要帮他们报名 那等一下我们帮助老师 就是开完班级后 老师们就可以去做报名 那那边等一下会跟老师们说明 要怎么样报名 好 那就是老师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就可以直接帮学生们 整班的做报名 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也不确定 哪个学生会去参加比赛嘛 可能他们看他们的状况 时间之类 那不如我们就是先帮他们把 名单都报名完 反正报名不用钱 那就老师点点手滑鼠点点手指头 就报名成功了 所以我是还蛮建议老师 就可以把他就是就报名完成 好 然后呢 这边的话有几个重点啦 就是说那个 就是呢 我们来看那个 他的题目好了 他的题型 他的题型的话呢 国小的话是要完成 口说高手是300题 那国中呢 也是口说高手300题 不过现在因为啊 比赛还没开始 所以说呢 我们也还看不到比赛的内容啦 但就是 大概会是就是口说 就是常用英语 300句啊 500句啊 或是其他类似的那种题目 去句子 句子 那大概就是全部加起来 或是300句 300句 然后学生只要念完 那念完呢 就可以获奖这样子 好 那这边的话有一个标准的 然后以往可能我们是办一些音听网啊 阅读网啊 他其实就说最高分 那其实通常最高分呢 其实孩子们 他们如果很有心 他就会重复的反复去作答 然后直到答案就是都正确 然后拿到100分 也就说可能是音听网啊 阅读 音乐网啊 他们最高分基本上 这几年比下来都是要拿到100分 那口说这边呢 我们就有设定 只要他平均哦 是平均80分 就可以获得奖状一张 只要完成300题平均80分 因为里面有些句子可能 单字 可能学生对这个发音可能比较难 比如说像有几个字 absolutely 像这种比较难念的字 那其实他如果怎么样念 就拿不到80 其实也没有关系啦 就尽量拿到个6、70 那他在其他句子可能有拿到8、90 那他就会去抓他的平均值 所以说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以鼓励性值 孩子们呢其实只要达到80分以上 就是相当优秀的成绩了 好然后在这80分完成者里面呢 我们又会再抽出50名 然后呢会颁发600元的超商 讲礼券 然后跟奖状一张啦 所以就可以鼓励孩子们 而且那奖状啊 国中生的话可以放在生涯档案里面啊 那就是国中国小 我们也可以额外的 常常在很多研习里面 也有听老师们分享 就是不只酷硬提供奖品 奖金奖状 老师自己还会在加码 在给孩子们各样的礼物啊 吃的啊用的啊 就是希望学生们可以一同的来参与这个比赛 然后好 那所以这是大概就是每一组会有50名的同学获选 不过现在参加比赛的人 就真的都超级多的 能够抽到这个600块 真的就是很幸运哦 但是也是一个机会啦 鼓励孩子们可以一起参与 那详细的办法呢 之后应该会就是公告在那个网站上了 那老师们就是可以再去follow 那个官网的消息这样子 所以呢 老师可以差不多可以预备一下 或者说老师还在思考暑假作业 然后想说要派什么样的功课呢 那其实口说高手算是不错的 一个活动 然后那因为口说的部分 其实学生他就可以用那个平板 手机其实就可以来直接念这样子 那刚好也算是一个作业一个任务 那就让他们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那老师也不用愁烦说 要派什么样的作业给学生们去完成 口说高手给老师们提供给老师们做参考 好 那等一下在课程里面 我也会再跟老师们介绍 就是这个平台里面有一些新的功能 就是推出一些新的部分 那就是让老师update一下平台内容这样 好的 那就是工商服务时间广告 大概就是先广告到这边 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什么疑问 好如果老师有疑问就是可以在讯息区留言 好的 那再来我要想说先带老师们进入我们的平台 那我这边贴平台的网址给老师们 好 那因为我们平台的使用的越来越频繁 那所以在Google里面其实也都可以很顺利的 你只要查酷英 酷英 应该很快就可以进入酷英 的网站 好 那像是 像是我们学校的做法会把酷英 挂在学校官网 那学生呢就只要进入学校的网站 然后他就可以直接点选酷英 就可以进来了 那而且最近就是酷英 使用也蛮普及的 所以应该很多学校 或是学生们应该对这个网站已经不陌生 那加上那个生生用平板 各样的计划 数位计划进来 其实如果老师是用那个平板的话 其实里面行政院进进计划 那一套的平板里面 就已经有把酷英 的网站 就是设成一个算是捷径 一个app就放在那个 平板里面 只是他藏的有点有点里面 然后就是老师 可能要就是要稍微去浏览 去熟悉一下 他就藏在好像是国高中英语的 很多个网站上面的某一个 这样子 如果说老师真的会很常使用 那 因为其实CoreEnglish 只是一个website 网页 他也不是个app 那所以其实比较方便的话 就是学生如果要使用平板的话 那他就是打开平板 他就会直接点选Safari 如果是iPad的话 就点选Safari 那其实就把CoreEnglish就设在 那个我的最爱 他点开来 其实就会有那个记录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如果是iPad 学校如果就是老师 如果跟资讯直密 比较熟悉一点 或者说其实资讯直密 也愿意帮忙的话 也可以把CoreEnglish 就是另外设成一个icon 然后放在比较前面的 就平板的前几页 就是比较方便点选 但其实好像也还好 就是登入CoreEng这个网页 比较没有那么 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好 不知道老师们 各个学校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好的 那这是我们的网页 那老师们之前有登入过CoreEng了吗 如果老师你之前有登入过CoreEng 就帮我打1 如果都没有登入过CoreEng的话 就帮我打0 好吗 稍微看一下 我们有没有我们的老师们 老师们之前都登过了 太好了 谢谢老师 然后也还有几个老师是还没有登入过的 好 谢谢老师的回应 那因为我们有几位老师 就第一次使用 那第一次使用 这篇的话 我就快速的跟老师们分享一下 好了 然后那老师也可以就稍微复习 而且可能几个月后又新学年了 新学年又会接触新的学生了 那可能新的学生 学生也不知道怎么登的话 这时候老师们 我们就可以来帮助他们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稍微来听一下 怎么登进来CoreEng了 那首先就是到这网站 好到这网站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登入 好 那这边的话推荐学生 如果是学生使用的话 建议学生直接用这个小豆苗 那因为这小豆苗 其实就是教育云端账号 它其实绑了很多个 那个就是如果是说学生 要做英才网 军医 各样各样的平台 然后学习吧 各样各样 都可以直接用小豆苗进去 这样子 所以说算蛮方便的 所以学生的话就直接用这个小豆苗 其实学生对小豆苗都还蛮熟悉的 因为可能就是各个课程也会需要登帐 好他们就用这个 那这小豆苗的话 他其实对学生来说 他只要去点选 譬如说以我们高雄市为例好了 学生登入了 他其实很方便 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 登进学生的账号看看 就是他就只要像这些东西 都可以直接选好 学生就大概知道自己的班级 什么的座号 他帮你设定好 然后譬如说 我可能直接就先设 先选 先选好我的班级学号 班级资料 他就自己跑出他的那个 使用者的号码 不是学号就使用者号码 那学生只要在这边 key他的密码就好了 那所以说像是小学 小朋友 他也是这样选选选 然后呢 就是输入那一组密码 那之前有听过一些国小老师 有分享就是 学生们会把密码 就写在联络簿上面 或是就是写好 然后放在铅笔盒 那他们就可以 就不会每次要登的时候 就找不到密码 不过现在已经学期末了 应该就比较少遇到这种状况 不过几个月后 我们又要再接 又会面临一些新的学生嘛 所以老师这边可以稍微 复习一下 那他们就是可以建议他们就直接用 那个教育云端账号 那老师的部分 当然也可以啦 老师也可以使用这个教育 人员登入 然后使用教育云端账号 登进来也OK 那因为他这边也是有那个 各线市的账号 那我们高雄市是OpenID 其他线市有的线市是OpenID有的不一定 那就看老师的线市 那基本上上面这边都有 那有的老师是说是他们 请假的账号 这样子 老师要说到就在请假 然后或是说登 K乘机 好像每个线市榜的不一样 那所以就是老师们可能要先知道自己的 这个OpenID 或者说线市账号 就是可以用这个登 那另外的话呢 老师 我想我们每个人 今天可以登进来 那个Google 这个Google Meet 表示老师一定有Google账号 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老师就 就针对老师 要登库音最方便的方式 就直接用Google账号啦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浏览器 Chrome 大部分老师应该是用Chrome的 然后应该现在大家都是有登 Google账号 不然我们应该很难登进 这个Google Meet 所以说老师现在 其实你就直接按这个G 他就直接帮你账号就登进来了 那就是很快 就直接登到这个账号 所以老师的话就蛮推荐用Google的账号 那学生的话会建议是用那个教育语 比较好一点 因为教育语那边有学生的就是 就是各样的资料 学籍的资料 然后有学生的名字 然后不会像可能大家的Google 帐号就个人的 有的人可能会取不同的名字 或是英文的 小名啊 匿名啊 我之类的 就会比较不好管理啦 所以说学生这边真的很推荐 就是教育 老师的话就是看老师 看老师 那老师如果 就是不知道用哪一组的话 就个人是推荐Google账号 这样子 那我目前登入这个账号是那个 Google for education go.edu.tw那个账号 这样子 那让大家来看 那我自己也有另外一组账号是个人账号 这样 那因为早期还没有那个go.edu的时候 我就开始使用 Cool English 那时候就是用个人账号去开 课程 然后让学生们操作 所以我学生的资料 其实是会在我自己个人的Google账号那边 那 反正就其实都可以通用 这样 好 那大家应该登进来了 登进来了 应该不难啦 就相较于其他要登账号 我觉得Cool English算好登的 还有另一个方式 如果老师就是不想要自己的账号 绑这个 就是不想要自己的Google账号 或是说教育的账号 不想要直接用这种快速登入 当然你也可以就是使用酷音账号登入 可能有的人 家长吧 或是就是可能没有 就是额外发给的这种账号 那他就又不想要用自己的Google个人账号 那他是可以使用酷音账号登入 那这边就是 申请一组账号一组密码 那当然就是去注册 然后就会有自己的账号 然后设定密码 那这个的话就变成说 使用者要 自己得你的账号是什么 然后你的密码是什么 才可以登入 然后 那酷音的所有的资源平台 都一定要登入会员 就登入账号 才可以使用 就如果说您是用访课的话 就只能稍 就是有一些学习区就是都不能看 那所以建议每一次使用的话 我们还是要登账号 会比较合适一点 好了 那老师应该都登进来了 讲了蛮久了 那应该都登入了 好 那这边的话 因为今天是我们全国性的研习 当然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每位老师 都可以成为开班教师 让每一位 让每一位老师都可以来派课程 然后管理自己的班级 所以今天这也是我们课程的重头戏 希望透过今天的研习 让老师们可以开班 然后了解怎么样来善用 这个班级管理的这个平台的资源 这样 好 那所以等下就老师帮我看一下 两个地方 看老师们 就是可能老师 之前有参加过研习 然后已经有开过班级 可是自己可能也忘记了 或是老师也不知道 今天登的账号 因为遇过就是很多老师 有很多组的账号 然后一下就 这个账号好像我记得我有申请过 可是我用这个账号登进来 怎么不是教师账号 都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就来帮助老师 就是可以 可以马上申请 然后就可以来操作了 好 那老师帮我看一下 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看 一个是这里是不是出现班级管理 如果说 你今天这边是出现叫做我的班级 我的班级的话就是学生账号 然后就学生 或是说老师第一次使用酷音 登进来 这边就会是我的班级 因为还没有就是去开通成 就还没有申请成线上教师 也没有关系 好 然后最方便的地方就是看这边班级管理 是班级管理还是我的班级 帮我看一下这边 第二个地方就是这边 名字点下来 如果说你有很多资讯呢 可以看到什么学习历程啊 我的班级啊 点点点 那表示您也是学生账号 这样子 好 那所以这边我就要邀请老师呢 帮我点一下你的名字这边 然后一个叫做个人资料 个人资料 好 个人资料这边呢 因为我这个已经有就是申请线上开班了 然后所以 他就没有那个功能 这边会有一个叫做教师申请 这边好像会有一个叫教师申请 那这边的话老师就帮我 送出那个申请 好 我开一个 就是老师的账号 给你们看看哦 嗯 老师的账号 好 等哦 这个是窗 好像是这个 好 那老师如果说呢 您的名字这边呢 点开来 现在应该是有分享画面 哎呦呦呦呦 好的 那这边呢 哦 这组账号 他上面写再次申请的 老师的应该不是这样 他这边会写那个教师申请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按那个申请 按申请 好 那因为这个 这个是我们测试账号 那你之前按过了 然后 反正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申请 那老师就可以 呃去那边去做申请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可能要再麻烦老师回应我 如果说老师已经是 呃 可以了哦 好 如果说老师已经申请成功了 就帮我按3 然后 好没关系 哎 申请成功了就按3啦 对 就是如果说老师 我也是用我那个平常的那个教育账号 就是没有啊 我跟你 我用的是一样的 对 没有 TL这一句 对啊 我都可以用这个 嗯 可以用 马上 这样就好 就跟这个是不一样 可能老师之前有用个人账号 然后今天用教 那个Google 就教育账号就有点不一样 但也没关系 老师如果两组账号都要申请 就可以 可以 可以申请 这样子 好 谢谢回应的老师 就是如果老师已经申请完了的 就按3 然后审核中 哦哦 好好 我可以再示范一次没有问题 好 OK 好的 那我这边先说明一下好了 就是说呢 老师您的账号啊 一旦就是申请成 线上教室就开班教室账号 就不会回来学生账号 就说像我这个已经是班级管理了嘛 那我就不会变成学生的我的班级 那还讲他的那个扩音吧 对 对 好 然后呢 但是因为就是学生 如果老师的账号不能变成学生账号 就只能 就只是说呢 他不能加入别人的班级而已啦 哦 那其他全线功能都是可以用 都可以用的 哦 所以老师的话 基本上就是 其实是可以申请线上教师 那如果说 想留一 想留一 不想申请成线上教师 要留一组学生账号 也是OK 就看老师自己分配 这样子 不过全线 在使用平台资源上面 是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缺 唯一的不一样差别是在于 教师账号可以开班 然后开课程 那学生账号 就是可以加入到老师的群组里面 这样而已啦 好 那我再操作一次哦 就是说老师的账号如果是今天 好 好 好 那老师登进来之后啊 您可以就是 呃 使用一下这个 平台嘛 然后呢 点选个人资料 然后点到这个个人资料这边呢 个人资料 那这边有一个教师申请 这边也上位申请 那老师就请你点选这个教师申请 这个地方 点进去 然后点进去之后 他就是会有这个 看老师的服务的类别啊 然后服务的县市啊 跟任职的学校 这边填一填送出就可以了 好 送出后呢 送出后我们线上的 呃小帮手呢 就会帮老师们做开通了哦 好 如果老师已经申请完成了 就帮我按个3 就之前可能申请过了 都已经完成了 就按3 那或是说刚刚已经送出申请了 那就也是可以回复3 那等一下我们的助理就会 小帮手会帮老师们开通 这样子 那已经申请过 老师也可以就是让 按那个重新整理啦 然后他可能可以看看 老师们的账号开了没 那我们就给老师一点时间 就是稍微开一下 就是申请一下 申请一下 这样子 好 看起来蛮多老师都申请了 好的 那就是说有的老师 就是可能觉得 诶为什么我今天这组账号 突然没有班级管理 那我们就可以这边再做申请 那目前已经审核中 那只要是送出资料的老师们 就可以重新整理网页了 那就完成了 我完成今天的第一步骤了 好的 谢谢老师 那完成后呢 诶就等一下啊 各个在研习过程里面 就是可能 老师晚一点送申请也没有关系啦 那平常的时候 因为今天是我们办理的线上研习 那我们就可以有小帮手 直接在线上帮老师开通 这样子 那如果说平常时候 老师可能觉得网站不错 那我回去要推荐给我领域内的老师 或说我其他的同仁们 这样子 那也是一样 一样的步骤 一样的申请方式 只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快 就马上开通 这样子啦 那大概等个一两天 那个客服那边都会 帮老师们去开通 这样子 除非说老师这已经申请 然后等了一个礼拜 都没有回应 那这个的话 就麻烦老师可以跟那个客服联络 那下面都有那个电话 或是寄E-mail给他们 他们就会帮老师们看 不过这个状况 应该不多啦 如果老师就在使用平台 上面遇到什么问题 或说系统上 或是可能各样的状况 那老师想要联络 的话 这边有联络的资讯 也可以写E-mail给他们 都OK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让老师们 先开班级 好 开完了后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那个 来建立班级啰 好的 那我等一下会有一些步骤 然后就邀请老师们 跟我们一起操作 好 那我们呢 首先呢 老师可以重新整理你的网页 就确定说 我的网页现在是 就是有班级管理 好的 这个 选项这样子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就点选班级管理 点进来之后呢 老师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您的话 这边应该是空空的啦 应该是很空这样子 那如果之前有开班过呢 那这边都会有一些记录 那像之前开班过 可能老师就觉得 我这班已经毕业了 或者说我这个误开 或是我们等一下测试 使用嘛 就是练习 练习完了 我可能不需要了 就直接按删除 他就会说 就删掉了 嘿 对 就删掉了 这样子 对 好 我开太多班了 就都没有来 把他那个删掉 对 好 来 那现在我们邀请老师呢 就一起跟我们再建立一个班级哦 那我们这边就建立班级 那建立班级的方式算是蛮 简单的啦 其实重点就是 我们要有班级的名称 那这边的话会蛮推荐老师 可能就是打个学年度吧 像现在111的几年级班 这样子 然后以免就是新的学期开始升上新的年段 那就不太确定 知道是哪一年段的哪一个班 但都OK 看老师们喜欢的方式都好 那我这边打一下 今天是0606全国 好 然后 其实呢 开班呢 最重要就是要有班级名称 总要有个名字嘛 所以名字打完后呢 直接按送出 哎 老师你就完成开班了 很简单吧 后 哎就这样 哎 可是好像这样介绍太简单了 后 所以我要再更详细介绍一下 好 那所以我们随时就可以点选 管理班级 然后进来 然后去做 班级的管理 班级管理里面的管理班级 好啦 反正跟班级这个有关的就是在班级 管理班级里面 好 好 那首先跟老师们介绍是助理教师 助理教师 助理教师就是说呢 老师今天开的这个班级 那 可能我们 以英文老师 我举例来说的话 我可能开了这个班 然后呢 我希望说 哎 如果导师啊 有空的话 或说导师自己也想要来看一下说 哎 该班的学生 他自己的学生 在平台上面使用的状况 那 这时候我就可以帮我的 认课班的导师加入成为助理教师 那 这边的话 譬如说呢 呃 我就可以 要输入到那个老师的 那个 那个 E-mail 全部的E-mail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加进来 这样子 那这个老师我可以把它设定为 哎 要不要管理成员 啊 要不要他可不可以指派作业 好 那当然我们就是会 就是 看老师的需求啦 那如果没有特别 其实也蛮建议就多勾这样子 那如果说 可能升上新的年级 换导师了 那这边就可以把它叉叉 在选新的 呃 名单 都可以随意的做调整 只是这边有可能要跟老师们稍稍提醒一下 助理教师这边啊 就是这位老师的账号 要先申请成为线上开班教师 也就是说他需要跑一轮 那个 申请教师 然后让酷英这边帮他审核通过 就老师们才可以在这边搜寻到 呃 助理教师的名字 然后毕竟他也是要管理成员 然后要派课程 所以他的权限需要 我们帮他开起来 这样子 好 那这边的话呢 老师如果需要助理教师的话 这边就可以去 呃 去搜寻他的email 然后去勾选这样子 好 那这个助理教师的部分 当然这个也可以之后 日后再加也没有关系 不一定要 一开班就加 或者说 呃 没有要用到这功能也没有关系 对 那有的时候是像之前就是 可能像教务处啊 可能需要知道 各个学生在平台当中使用的状况 那可能助理教师这边也可以 就在设定一个可能教务处的组长啊 或是哪一位老师 可以就有权限可以来 看所有的学生的资料啦 但这就看各校或各个老师的使用方式 好的 那接下来是要学生加入嘛 学生加入 那学生加入呢 我先送出 学生加入这个班级 其实呢 有一个 最方便的方法啦 就是我们直接给学生班级代码 那这边有看到 我只要设定一个班级 建立班级 然后呢 打名字 送出 就会有一个代码 那 所以说其实我们只要给学生这个代码 像我今天产出了这个代码 那 学生呢 学生的账号呢 我现在再跳一下画面呢 现在跳到这个是学生的账号 这样子 这边是学生的 测试账号是学生 那学生的话 他这边就是有一个叫做我的班级 就是因为学生嘛 他还没有申请成线上开班教师 我们也不会让学生申请 开班教师啦 所以我们才要有一些 资料的填写跟审核 那 学生的话呢 他只要点选我的班级 点开来后啊 他这边是加入班级 加入班级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刚才啊 老师们是不是已经建立班级 有一组号码 把这个号码呢 给学生 那他就呢 直接在这边呢 key in他的 代码 他就加入了 就可以直接加入了 好 那就可以直接加入 非常的简单 那 像我的做法是呢 就是 可能那个 可能就是一开始学吧 第一次然后带老师们 带学生们到 首先 我会是让他们 去电脑教室 因为 其实整个 酷音是一个网站 网站 那他其实是使用电脑操作 会比较方便 比较容易 因为就是 直接滑鼠点选 算是 操作上面 也比较容易一点 这样子 所以我一开始会 带孩子们就 直接到电脑教室 然后到电脑教室 教他们怎么样 登入 怎么用小豆苗 然后告诉他们说 你以后就是这样 这样 登入 这样子 登入这个账号 然后登入账号后 就直接给他们班级代码 就告诉他们说 来你们到我的班级 然后输入这组号码 那你就加入到老师的班级 就确保说 他们自己手动 加入到我的班级 里面 这样子 然后到我的班级里面 当然会派一些 比较简单的任务 让他可以直接的 就在 课堂当中去完成 这样子 所以我的做法会是 新学年的低堂课 然后会借个电脑教室 让他们操作 那 等他们对于这个平台 越来越上手熟悉以后 我才会让他们 就是可能用平板 然后 再用平板来操作 这样子 但是每个老师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就是 这边提供我的方式 跟老师们 就让老师们参考 这样子 好 那所以管理 管理班级 这边我们再进来看 那所以说 学生除了可以用自己的 就老师给号码进来 这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的话 这边的话 它是说 我们提供一个 这个是 输入的信箱 可以直接 key in学生的email 的信箱 那 那只是说 这边的话 学生的要必须要是 已经注册为平台用户 就是说 可能是他要 已经先登入酷音平台了 那可能就是新同 新学生 他没有登入过平台 那这样就不行 所以我才会说 就是一堂课 请学生 用那个小豆苗嘛 教育云端 登进来 这样他就算是有 注册 然后登入平台 这样子 所以这个的话 有的老师如果 手上是有学生的email 当然可以直接 这边key啦 只是有个先决条件 就是他必须要先 就是是平台的用户 这边才可以 让他批次 贿入 那一样搜寻学生 也是 就是把个别 学生的完整的email adress 直接打在这边 那我们就可以 直接新增学生 所以这是另外两个手动 只是这个老师要很确定 学生是要用这组email进来 那像是 如果是教育云的话 他的结尾 会是 像是mail.edu.tw 但有的学校 会让学生用的是 go.edu.tw 那就是用 Google的帐号 转进来的 所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就是可能要确定 所以学校这边是设定 要让学生是直接用 小豆苗 mail.edu进来 还是呢 要让他先登网页后 然后先登到 google.go.edu 先登入go.edu 然后再用 google的帐号 登进 登进来 酷音 会比较麻烦一点 对 但是 每个学校不一样 像有的如果是用Chromebook 那他们就一定要登 Google帐号 才可以使用 所以 那这样每个学生 登进来的路径 就不太一样 所以说 这边的话 就是 跟老师们说 有这样不同的选项 然后看老师们觉得 哪一个最适合 贵校的学生 好 那这就是 直接就进入到 这个班级了 那只要学生有登入 人数这边 当然就会有 有数字 那这边的话 给老师们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老师 今天是才刚 建立好一个班级 那当然就 目前应该是没有学生 应该是没学生 我这边给老师们看 如果有学生的样子 在成员名单 这边会有所有学生的名字 好 那这边有一个要稍微留意的地方 就是这边 务必要用真实的姓名 真实姓名 如果说学生今天是用教育云端账号进来 那基本上应该会是 没有.edu的那种教育云 他就会直接是套入学生的真实姓名 如果是Go.edu 他一开始他会好像是写 也就是譬如说他就不会把名字写出来 会是什么中同学 某某同学这样子 所以他也不是真实姓名 那更何况就在个人的账号 Gmail 可能每个人受订的账号不一样 所以登进来会有不同的名字 所以这边的话老师就要麻烦 要确定这个名字是不是学生的真实姓名 原因是我们之后会用这个账号 帮学生们去做比赛的报名 报名完比赛之后 学生可能很有机会获得奖状 那到时候奖状的套印 就会直接踩这边的名字 所以如果他这边是写一些 不是他的正式的名字的话 那印出来奖状就不是他正式的名字 就会比较可惜一点 好 那这边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跟老师们说明这个名字的部分 所以说才会建议说 用那个mail.edu会比较好 因为老师就不用再费心去对他的名字 而且像有的名字的那个 因为最后要印奖状 所以有时候名字可能错误啊 就会影响到他那奖状的部分 像我自己的钟呢 就也很常被人家打错 然后如果奖状错误就又要修改 真的有点的麻烦 这样子 然后所以就是真的就 用学生直接教育版帐号 直接套入会比较好一点 好 另外一个地方是这个座号 就是如果说班级里面 那学生人数多一点 其实应该都有座号啦 那蛮建议的座号就是要帮他们key入 key上那个座号 这样子我们在看成绩的时候 他才会就是从1号排到20几号 会比较完整 只是这个座号部分真的得手动去输入了 不像那个名字就可以直接带入 座号就要麻烦老师可能稍微手动一下 好 那这是名字的部分 然后或者说学生如果说转走了啊 我们也可以叉叉删掉他的名字 都没有关系哦 好的 那这是班级的部分 好 那我这边那个 那我这边就要让老师们 如果说老师已经完成开班者 完成 完成开班者 完成开班者呢 要帮我打 应该进入到 我们已经到任务4了 是吧 1 2 3 3 那也是3 那就是4 不是开班 完成开班 完成开班者 哦 如果老师你已经完成开班了 帮我按个4吧 4 好 我们就一步一步带大家操作 可能有的老师已经就速度非常的快 哦 那 这边就让老师们做个复习罗 好 谢谢老师 好我老师第一个步骤只要就是建立班级就好了 里面不一定要有学生也不一定要有助理教师都没有关系 就是助理教师是Optional 看老师要 要设定不设定都没有关系 老师们好像都 那个开班完成了 有没有老师还需要一点时间的 好 应该可以哦 好 好 没关系 那老师们 再慢慢操作一下 那 其实呢 我们平台这边有制作就是说明书啦 然后就简报这样子 让老师们可以看 这样 那 让老师们在操作过程中我先跟老师们分享一下 那我们可以呢 一样到平台的这个网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协助中心 就老师可能遇到一些什么状况啊 需要协助 那我们就可以到协助中心 然后里面有一个下载专区 可以下载很多东西哦 好 那像今天的平台的手册啊 这个 国中小手册 这边老师们就可以去点选 那像是 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份 哦 然后他就下载 哦 他下载了 好 那 PDF 老师们可以参考这样子 好 让他载 那 如果说老师是对这个平台呢 就是很感兴趣 想知道 其他平台的资源功能 可能就是 今天研习可能也没有讲到那些 对课程 然后或者是说 老师可能对某些课程就是很感兴趣 很想要知道 那 这边就有那个平台导览影片 导览的影片 然后譬如说 我们连游戏都有做影片 然后 那老师们就可以去看看那个影片的内容 看一下 那他就会是一个 跳来这里 他就会是一个影片 然后老师就可以去看 这样子 对 所以这边有一些影片 就是关于平台的导览影片 那老师可以上来看 好 然后或是说老师 若是对 注册 相关的功能 相关的有问题 有相关的问题 就可以来这边去看一下注册 注册部分 然后像是我现在在说明的是这个 线上开班派课系统 错过了 这是去年的吧 错过了 没有关系 这边都有直播影片 老师们就可以看 那其实那个 YouTube里面也有一些 就我这边有一些 之前办理的线上研习的影片 然后老师可以针对想要知道了解的主题 就可以来看 好 然后还有这个教案 其实之前每年都有办理教案比赛 那老师有兴趣也可以来观赏一下 这些得奖教案 其他 好 大概像这样子 好的 那老师们应该 等一下 老师们应该已经 开班完成了吧 看起来应该是 好 那 简报 好 我们就是呢 我顺便就是跟老师们说 这个 我们的简报的部分 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 在这个下载专区 下载专区 平台简介里面的 国中小手册 来看老师们要下载PDF 或是PPT. PowerPoint. OK 那这边的话 就可以有我们那个手册的简介 好 那我已经下载完成了 那这边就给老师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 手册 那像是这个 刚刚也有介绍到 就是 没有介绍到这个 就是平台使用的人次 然后加上平台计划团队 就是国内知名的教授们 好 这刚才有介绍的 就是可能用Google账号登入 然后或是用学生 用那个教育云端账号 都OK 好 那我刚刚跟老师们介绍的是这个 他在后面 后面几页 就是开班 所以说老师我今天回去 或是说 今天听完了 然后又期末又非常的忙碌 然后匆匆忙忙 然后就 这学期就结束了 哇 下学期开始的时候 又要开始 新的学年度 然后又要使用酷英 忘记操作了怎么办 没有关系 老师就到我们酷英国下载专区 直接下载新的 那个使用手册 那手册呢 都会不断的 不定期会更新 像这个版本是3月份的 手册嘛 那可能之后 反正他update 他就放在上面 就最新资讯 老师们就可以直接上去看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使用手册 所以老师回去啊 呃 今天听了 忘记了 没有关系 就是还有手册可以看 这样 或是说 新学年 也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 酷英的各样的研习 就帮助老师复习 那成为酷英线上教室 我这边简单的 很快速复习一下 因为可能有的老师 这边已经有非常熟悉了 好 那这边就帮助那些 第一次使用的老师 好 名字下面个人资料 这边呢 就按那个教师申请 那一样写出名字 那个学服务单位 服务单位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建立班级嘛 我们就点选建立班级 班级管理里面的建立班级 建立班级只要名称 就送出就好了 好 那如果说老师有助教的需求 不一定要申请 但如果老师你有助教 助理教室这个需求的话 这边有教你怎么样 key in他们的完整的email address 就可以设定他们的权限 好 然后学生的话呢 是这个部分 自行加入班级 老师给他们一组代码 加入班级就OK了 最简单最方便 学生在登那个google classroom 一样 老师也是给一组代码 其他代码还有出现 英文字大小写 那学生google classroom 都可以登 这个只是5码的数字 应该不难 所以很方便很容易 就登就进去了 好 那这是另外的两个方法 登入email之类的 那这就给老师参考 比较少用到 好大部分还是会使用 请学生自行加入教师班级 这个比较常用到 好 然后到这边老师应该都完成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来指派班级作业 指派班级作业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简报这边也有写 我们等一下就看课程管理 他就是你要去编辑班级的 做班级的成员 就是去班级管理 那我们今天要编辑的是课程 所以我们就到 课程管理 OK 好 点选课程 然后进来后有一个叫做 新增指派 我们就点选新增指派 然后就针对是国小国中普高计高 然后去选择我们要的作业内容 最后就送出 好 老师们就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就直接来操作一次 好 首先呢 就在这个网站 看我们coolenglish的网站 点选班级管理 好 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建立好班级了 如果老师还没有建立班级 这边建立班级就OK了 那我们有建立了 那我今天要在这个班级里面去派课程 好 那我就点选课程管理 因为我要派的是课程 好 那点进来 因为这是新的班级里面空空的 老师如果刚才也是新建立的班级 应该也是这样空空的 好 空空的怎么办 好 右手边有一个叫做新增指派 那我们就点选咯 新增指派 哇 这里有很多内容 有国小国中普高计高 也就是说我今天学生可能是国小六年级 在几个礼拜 不几个礼拜 只在几天后他们就要毕业了 那我可能也希望他们就是 也比较认真的 愿意说毕业后 还想要再复习一些 复习英文 那我就可以派国中的 七年级的内容给他们 即便我是国小老师 学生是国小学生 我可以派国中的 那国中的可能国三了 快毕业了 然后他也想说先修一下高中的课程 或说其实学生自己回去想要读 看一些高中的课程 老师这边也都可以任意的去点选 也就说我们现在换 学习阶段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 在这边去做挑选 那通常像我第一次带学生们 就到电脑教室 我们第一堂 Cool English Lesson OK 就是先登帐号 然后先加入老师班级 那我会派课程 那通常我就会先派单字 里面的智慧 智慧里面对国中生也好 或是国小生 国小也有 就一个叫做主题式智慧学习 主题式智慧学习 老师如果有参加其他场的研习 应该知道说 这里面就是针对国中那1200单字 他以主题的方式 来去做分类 那学生就可以参与 这里面不同的互动式的题目 帮助他们来复习这些英文 好 那比如说我选了一个时间time 那我可能就是先让他们先做基础的三题 就OK 那老师如果全部都要做 他也很方便可以直接去全部新增 然后或是说个别的去删掉 有时候可能觉得题目太多了 像那个进阶题 刚刚有个进阶 进阶就是比较难一点的 可能小六或是小七年级的 进阶可能对他们来说太难 我们这次就先不要拍 他后面有的进阶会真的稍微难一点 就是比较是填空题 然后filling the blank 那个真的就是比较难一点的 然后通常我带他们的操作 大概都是七年级 一年国一而已 不要先不要就先不要给他们太大压力 基础就好了 基础 那我这边就是派好选好我的课程了 选好课程后呢 我们拉到下方 这边有一个叫做提醒完成时间 这个呢 只是提醒单纯提醒说 老师有派功课 你要在什么时候 下礼拜之前你要完成 他单纯只是做提醒 并没有就是说 不会像Google Classroom 就是你可能时间到了 就不能做 没有这个 不会不能做的这种情形 就只是提醒 那这边呢 指派说明这边 真的很建议老师一定要输入一下说明 也就是说可能我今天派的功课是这个 时间 那这就是我功课的名称 那这边建议的话 还是要写一下说明内容 不然就会出现说老师派了很多功课 然后呢 我们来让老师看一下 这边我如果直接按送出 那我这边就指派说明 就会出现 名称嘛 标题名称嘛 那我如果说 今天我指派说明空空没有打 就变得空白空白空白 这样子老师也不知道说 这个是哪一个作业 或说学生也会有点搞不清楚说 老师这是哪一个作业啊 而且这边指派说明也可以打一些很有创意的 像我同事就会打说 做完有小礼物哦 然后他指派说明 这个作业叫做做完有小礼物的作业 对 好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做指派作业 那老师的界面 这边会看到的话 是有检视 成绩修改跟删除 学生的界面会只有检视 检视的话 他就是一个快捷啦 帮助你一点的检视 他就直接带你到这边的练习题 所以就有这三个练习题 那我只要再按检视 我就可以直接到老师派给我的作业 有时候因为就是说 酷音里面资源太丰富了 就不知道老师你派的是哪一个啊 到底是哪一个哪一个 那所以说 善用检视这个功能 他就可以一键就到老师指派 我就派这个啊 time 练习一基础 是filling the blank的题目 就可以start quiz 就可以直接填写 那他就会直接完成我的这个题目 那这次派了简单的就是时间的作业 那有的学生可能做完后 他会 我是有遇过有学生就会直接按这个下一个 有时候老师的题目是连续性的 当然下一个是对的 但有时候老师没有派 譬如说他们就按这个 可是我没有派tableware 所以他有可能有可能他有在做题目 可是他却没有做到老师指派的题目 会出现这种情形 所以下面这个只是告诉你说 下一个题目是什么 下一个下一个是什么 但下一个不一定是老师派的内容啦 好那我就再回来我们的课程管理 我们派了这三个时间 这个这个 有时候老师派完后 发现我时间可能不够那么多 那我可能修改 我就可以点进来 那我就来增减 就可以这边去做调整 好 然后或是说 这边我可能派错了 好 我就可以删除 最重要是要跟老师们分享的是成绩 这边的话是可以看到成绩的 那因为我这个账号 我用这个有一个人的 这个 让老师看一下成绩 好 那点进来老师们就会看到 这边会有我派的作业内容 然后学生的名字 以及就是如果有做的话 会有学生的成绩 那当然因为我这个就是一个人 正常来说应该这边会是一大片 因为我们一般的学生 那如果说老师派了很多个学习内容 就会都挤在这边 然后有点的难阅读 这时候就蛮建议老师直接按下载 他就下载会成为一个就是 像是Excel档 或是就是类似那种档案的 然后就看老师的电脑 他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编辑 然后也比较清楚的可以去阅读学生的成绩 那这边座号的话 老师如果事先有编好他的座号 他就依照座号的排序 从1号排到最后1号 就算是蛮清楚的啦 这样 所以只是说这边有的老师可能就觉得 诶 资料都挤在这边好小 然后看不太清楚 那真的还蛮建议老师可以善用 这个下载的功能喔 好 然后回来到这边 那这就是我们新增作业 那个课程管理 这边我们派了一项作业 这是派一个作业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让老师再来完成下一个任务喔 就是 新增指派作业 好 那如果说老师已经完成新增指 指派 作业的帮我打5 完成作业指派就可以打5喔 或是其实这个老师已经知道 你之前完成也可以打5 没有关系 好 我看一下老师们的状况 然后等一下会再跟老师们分享 他又一个新的功能 可以直接 汇入指派 好 再给老师一点 时间操作一下 那如果说已经完成 老师可以去玩玩看 那个汇入指派啦 那时候等一下要跟老师们分享的功能 叫做汇入指派 некreas 酷 汇入指派 接岛 感谢观看 好 这边的话就是老师呢 可以新增指派功课咯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老师可以先尝试派个功课 或是老师已经有理想中已经有想要让学生做什么了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就稍微把功课派一派 然后明天上课的时候有机会再请学生就加入大老师的课程里面 他就可以直接看到老师派了什么作业咯 以往的话像是什么打歌游戏打歌学英文 然后是口说以往是不能指派的 现在改版了就可以指派了 所以说老师在指派里面有时候会觉得说 有些资源不错我想要指派 澳手不能指派 那就是可能网站是外挂 就是外部网页 我们就不能去操控到别人的网页里面 譬如说 酷音里面就是有阅读里面 或是阅读跟听力 我们有买那个scholastic跟scholastic合作的阅读 但其实这边的话你就只能点选他就这样简介 但他其实是在这个专区里面 可是他在专区里面做了什么 其实我们是不太知道的 所以像这个scholastic的话 我们就只能派整包给他 但是他在里面作答状况我们会不太知道 所以像有的部分就不能指派 那口说的话 这个有调整过了 所以这个就可以 譬如说 这个 这个是新的功能 语音辨识辅助教学系统 这个等一下会跟老师们分享 譬如说这个常用英语500句 这个现在就可以派了 譬如说我要教他做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里面的scholastic好了 就可以直接派这样的作业 所以口说的部分 现在是可以派了 然后游戏的话 打歌 打歌的话也可以派了 以前是不能派 因为以前是作业 游戏不能派 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是派单首歌 这种 就可以派了 所以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这是新的 有一些 像游戏啊 就可以派了 好 老师们应该都完成了 派课 好 派课不难啦 真的不难 好 然后 只是就派老师可能迷路了 然后没关系 你只要迷路就可以随时呼救 然后那个 讯息区也可以留言 或是去参考那个手册 这个很感谢酷音团队友帮我们把手册都写得非常的详细 就是指派作业要按哪里按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老师也不用担心 经怕那个演习完回去就忘记 真的不用担心 这边都有手册 然后都有各个step 步骤就可以直接跟着做 不难不难 好的 然后呢 再来有一个新的功能啊 新的功能叫做这个汇入指派 汇入指派 大概是这学期加入的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说啊 我们要重复指派 可能老师像英文老师应该是不可能只教一个班啊 照理来说应该每个老师至少都教两个三个四个嘛 尤其国小就是包班的 一整个年级都是老师教这样子 那我可能 一般我已经派了作业了 那我二班也要派作业 三班也要派四班也要派五班 有的那国小老师就很厉害 整个年级都是他的 那他这样子教五个班就派五次 那这边酷印就有一个这功能 就是呢 我可以把我一般派的功课 我可以再汇入二班 汇入三班四班五班 那我只要派一次就好了 然后直接其他的功能 其他的课程内容 直接用汇入的方式 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点选汇入指派哦 然后选择班级 然后这汇入想要重复指派的作业内容 好 那我们来看 譬如说我今天是在这个全国厂这边 可能是我新的班吧 我新的班 然后我希望可以汇入我们别班的课程 那我们一样呢 是点选课程管理 那我们要派新的课程 所以我点选新增指派 我要派进这个班呢 我要派进这个班 所以我要点这个班 好 然后我要按汇入指派 汇入指派 那我选呢 好 我选 之前在屏东派了什么班呢 我派了这个animals and food 好 那譬如说 这是我现在 这个是我的二班 然后我一班已经派过了 重点是老师之前 已经派过了 等一下哦 哦 好 没有分享萤幕画面 那我就再从 再倒转一点点这样子 到这里 有 好 扣程管理了 那好 那我呢 要派作业哦 要在这个班里面派作业 好 那我就一样按新增指派 那我新增指派了 好 那我要汇入了 然后我在这个班里面 那 我要汇入我之前 我在可能我 譬如说去年好了 去年已经有派了这个作业了 去年 好 那我希望这个班又到了这个时期了 然后又要派一样的功课 那我就去找我之前的资料 好 比如说我可能在之前在这个屏东班 已经 选了animals and food 那我希望我这个今天的全国班 也要有这个作业 那我就去点选我的那个班级 我的作业 然后我直接按汇入 哇 它就可以直接把我刚刚在 我很久以前在那个班级派的作业呢 通通就把它抓在一起了 哦 抓在一起 老师就不用那边一个点一个点 像我这个又动物又食物的 哦 就是不同的地方的 点了很久的 也没有啦 就点了 那这边我就可以 直接按那个 汇入指派 它就汇进来咯 然后你们来看下面这边 指派说明也跟着汇进来咯 我就不用在那边一个个打这些资料了 这样子 那我直接按送出 啊送出了 那所以说我在别的班 一班二班三班的内容 我也可以同时在四班五班六班 所以它汇入指派就是这个功能 就是你在A班派的东西可以同时出现在B班 哦 好 那算是蛮方便的功能 那这比较新啦 让老师们来可以按按看 只是按这个的话 必须要首先 老师要有两个班 那在第一个班已经派了作业 才可以直接汇入到第二个班 好 那这个叫做汇入指派 汇入指派哦 那老师如果完成了 我们已经是任务六了呢 如果老师打完成汇入指派 就帮我按个6咯 哦 哦 黄老师好快哦 好 都是高手 好 那老师 那个体验一下 那个汇入指派的功能 特别是 就是可能要拍一样的内容的话 这个功能蛮方便的 这可能就是老师会需要到两个班级啦 然后像我第一次在操作的时候 也有一点 就到底是要汇入哪个班 哪个班 其实就是在你要加入新的作业的那个班 要开启加作业的班 然后在这个班级里面 再去抓别的班级的作业 可以再把他抓进来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选班级可能就是要稍微选对应 好 感谢老师的回应 好给老师体验一下 就是大概知道说有这个功能 或是就是指派进来 当然还是可以有所调整 像刚才的那个单字啊 有的是初阶 然后有的是中阶 中级啊 初级中级 然后有的是进阶 那可能有的班级的学生就是程度很好 那他就可以做到进阶 可能有的班级的学生可能程度也不是很好 班级状况可能也没办法接受太多作业量 那我们也是可以去做调整的啦 好 这边给老师们操作一下哦 那派功课大概就这样就派作业 然后只是这个学期多了一个 会入指派的这个功能 还蛮实用的 那老师的那个 就是如果说您开的班级里面有学生 就可以去看他那个 就是说老师可能派了这作业嘛 然后可能就说譬如说我派了这个食物 其实我之前都没有派食物的作业给学生做 但是我学生有自己自主学习 自己有上去做了食物的内容 他有自己做过了 那老师派了这个作业 那我是可以在成绩里面看到他已经有作答了 有的老师可能会觉得 我不是才刚派吗 他怎么那么快就做了 那有可能是他之前已经有先上到平台 有先做过这个单元 那这边他就会把成绩抓在一起了 不过他也是会去抓比较高分的分数 所以还是可以鼓励学生们 就是再次去作答 所以老师有派了作业 然后发现 学生怎么那么快 怎么已经做了 可能他就是真的太用功了 已经先玩了那些游戏 不是游戏啦 先做了那些学习内容的这样子 好 9个 好 我们已经有10位老师完成了 哦 哦 感谢 哦 好的 谢谢老师 这是新增指派的部分 帮助 好 那老師如果還沒完成的話呢 就加油 好在新增指派那邊 有一個那個匯入 匯入 指派 匯入指派 好那我要繼續 繼續 繼續分享囉 有沒有老師還是覺得需要再給你一點時間 如果需要 需要一點時間的話可以直接在訊息去跟我說 等我一下 或者說還沒 或是 各樣 因為 就是看不到老師們 目前到什麼狀況這樣子 好 那感覺 老師們都超厲害的 那個教一下 大家就超快就完成了 好 很棒 那我就繼續囉 那如果說可能過程當中講太快了 沒聽清楚的 或是想要慢一點 老師都可以在訊息區留言跟我說 隨時做調整 這樣 好 那我們就繼續囉 那我再用簡報來跟老師們講解一下 指派作業嘛 指派完了 都有了 那我們派作業當然就希望學生可以上去作答 然後去看學生的成績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 那這邊的話 剛剛有讓老師稍微看到一下 然後 如果說有座號就編輯出來 然後 他有沒有閱讀完畢 這邊就看得到 其實這個 就是學生只要點開 這本書 電子書 點開來 然後他就會 就是 就會登記說已經閱讀完畢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們還是要 最後還是要去看學生的作答的成績 來確定說 他是不是真的理解這個文本內容 然後在這個閱讀表現上面 大概拿到幾分的分數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分數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們的作答的狀況 好 那 這邊的話有一些功能 叫做可以去查看學生的學習歷程 那我們點選 班級管理 班級管理 然後有一個叫做學習歷程 那我們可以去看個別學生姓名 就可以知道他 在這個平台裡面的學習歷程 包含比如說 這個同學呢 他有去做聽力 然後他最後一次是87分 然後他學習時間是8分 10秒 還蠻認真的 然後最後的 作答的時間點 標記都在這邊 然後像這個 他做了83分 學習時數50秒 嗯 好 50秒就完成了 所以拿了83分 所以這邊都可以很 就是可以看到學生在上面 在平台當中的學習歷程 好 那再來我們還可以看學生的成績 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個別月份 像我們剛剛一開始 不是有跟老師們介紹 我們有那個自學達人的比賽嗎 就是從2月3月4月一路到年底12月 都有比賽 那老師你今天如果要看學生的學習時數 大概幾個小時 喔 就可以來這邊去點選 那譬如說 剛剛5月的已經結束了嘛 就可以去看 他們5月到大概差多久 差多少小時 然後或者說6月 6月底了 然後剩幾天就截止了 就月底了 那就可以上來這邊去看 他到底停留平台時間多少 那像是如果是偏鄉學校的 他只要達7個小時 停留平台7小時以上 他就可以獲得那個自學達人獎 那所以就是來這邊去查詢學生的 學習時間 停留在平台的時間有多少這樣子 好 那這邊我就直接 剛剛是簡報的部分 現在要帶老師實際來觀看這些功能 好 那我還是以這個為例 剛剛呢 我們已經完成管理班級了嘛 然後呢 也完成了 課程管理了嘛 大家都派課程喔 很認真的派課程 好 再來要給老師們看的叫做學習歷程 好 學習歷程我們點進來 好 那我這邊呢 就有一個我自己的另一個帳號 的名字 然後就可以看到 我的使用時間 你看很認真喔 他到今天都還有登進來這樣 好 然後呢 點名字進去就可以看到說 我這個帳號 我到底在平台呢 參加了 看了什麼內容 好 那這邊是國小的 老師們可以點選這邊國小 然後這是國中 當然就是看 以學生的 那個 學習階段不同嘛 那就可以看 他大概都是 看了什麼內容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就可以很清楚 然後知道 最後的時間點呢 好 很清楚 好 然後 這是個人的學習歷程 好 然後要回來 這裡 好 回來到上一頁 上一頁就是有名字這邊 我可以點名字 進去看到細項資料 看他到底是做了什麼 學習內容 好 重點是要看這學習時間 然後學習時間 先點開來 好 那就是說 班級 他還可以幫你算整個班級 整個 有的學校會去比 學習的 班級總時數 這邊就可以去參考 這樣子 好 那就是說 這6月份 這個帳號登進來的時間 然後可以看一下 5月份 登進來一個小時 59 對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去看 每一個月份登進來的時間 這樣子 覺得這個真的很厲害 就可以透過這個 然後去看 每一個小朋友 他花多少時間 在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一樣可以下載 就有檔案可以存留這樣 好 所以如果說老師有希望他們 可以參加那個自學達人 然後想要大概追蹤一下 他們在平台使用的學習的時間 建議他可以來這邊看 因為平台到時候那個比賽 抓資料也是抓這邊 有的學生可能覺得 我們明明就在平台上很久 怎麼這邊時數才這樣 所以還是要請他們來這邊 我們是以這邊為主 因為有時候可能就單純掛網 反正他是用電腦 會去幫我們去寄時間 這樣子 好 那這是關於學生的這個 學習歷程 學習歷程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分享了很多比賽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學生們可以來盡情參與比賽的內容 那老師這邊有一個新的功能 就叫做團體報名 以往是學生要各自報名 那學生各自報名的時候 就會變成有時候 資料填錯 或是一些小細節可能沒有填好 即便他已經完成作答了 可是可能資料填錯 就會喪失得獎的機會 那所以說現在有一個新的功能 叫做團體報名 老師這邊就可以直接幫學生做報名 當然 不一定要老師報名 才可以參加比賽 學生當然也可以自己報名 這是都OK的 所以就是看老師想要怎麼樣 來帶領學生來做這個比賽 那老師也可以就直接幫他們報名 都OK 好 那我們就點選團體報名 團體報名就是說我這個班級裡面 所有的學生 我都幫他們報名了 好 那老師這邊可以練習一下 幫他們報那個自主學習活動 因為呢 目前可能就是 各縣市的 有各縣市不同的比賽 那像我剛才說 那個6月19的口說達人 那個口說高手還沒開始 所以這邊不能報 要6月19號那天開始才可以報名 所以現在也不能先報 那唯一可以報的是這個自主學習 老師就可以先報一下 國小還是國中 他有分上半年 那老師到時候那個新學年度 要再重報一次 他有分上半年跟下半年 應該會有一個下半年 好 那就點選 看是國中還是國小 然後名字這邊呢 老師他這個名字 就直接帶入老師登記人的名字 這老師再稍微改一下 電話 這個 點點點 點點 好 資料 那這邊就會出現名字 那這邊 你看學生清單 這邊有說 建議要請提供真實姓名 因為得獎會用詞去印製獎狀 所以老師這邊也要很確定 報名的學生的姓名 是否正確 就名字 是否正確這樣子 所以 才會建議老師就用教育雲端帳號 因為那就是真的是學生名字 直接匯入 就不用去 在意他的名字有沒有寫錯 好 然後這邊當然就勾勾勾勾勾勾 直接送出 就完成幫學生報名囉 像我的學生呢 每次就是有一些以前啊 以前需要自己報名的時候 他們會遇到一些狀況 譬如說他們就不知道 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 然後呢 嗯 就是嗯 然後不知道這email 有一個地方要填 個人的話也要填那個email 到底要怎麼填 所以我覺得現在多一個團體報名 真的很方便 就是 不用指導學生怎麼報名這樣 啊當然啦 我們也可以給學生機會 教他們如何報名 也是需要啦 好 那我就覺得 現在有這個團體報名真的很方便 好 那報完名之後 我們老師就是 也可能會想了解說 欸 學生到底作答狀況是怎麼樣啊 那我們呢 就可以來到比賽紀錄這邊去看 嗯 好 那因為我這個帳號呢 是老師啦 所以我不能參加各樣的比賽 所以比賽紀錄就會沒有資料 那如果說 老師這邊如果有學生加入到您的帳號裡面 比賽紀錄那邊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說 欸 他做了什麼活動 然後他大概是幾分啊 然後還有什麼還沒有完成啊 老師就可以在比賽紀錄可以去追蹤說 學生到底完成多少 那他參賽的狀況如何 所以我覺得有團體報名很好 就是可以統一幫學生報名 然後呢 還有這個比賽紀錄 我們老師可以在這個後台這邊呢 去追蹤學生的參賽的狀況 真的很方便 好 那所以呢 有這個團體報名跟這個比賽紀錄的部分 可以跟老師們來做分享喔 好 好 喔 好 有老師提問喔 我們的小幫手好像也有幫老師們回覆囉 嗯 對 像 喔 好 像那個國小 像國中的話就會遇到是 小朋友啊 他那個七年級的時候 他就剛升上來 然後他可能國小有在用酷音 所以他以為到了國中 他就一樣用國小帳號登酷音 然後啊 一開始都可以登喔 然後也登得很順利喔 然後有一天突然他就說 老師為什麼登不進了 可能國小那邊開始在整理帳號了 然後就把國小的資料就刪掉了啊 之類的 會有這種情形 然後 所以說其實 還是建議學生就是換學制 還是要用那個 學校的帳號會比較適合一點 對 不過不確定說 如果我們是用go.edu 就是教育部那一組帳號 不知道會不會沿用 所以就比較不確定這樣子 所以就是 嗯 學生還是 對 這個帳號的部分 老師們也可以在 就是要確定學生是用哪一組帳號 或是去問資訊指定那邊 OK 好 謝謝老師的提問喔 好 所以比賽 比賽也比好 比賽講完了 好 學習時間 好 那我就稍微用手冊 跟老師們簡單的 做複習 然後 好 那所以說呢 這個 查看學生時間 就在這本手冊後面也都有寫到 然後 團體報名 剛剛有講到那個該怎麼樣 團體報名這邊 然後比賽紀錄啊 老師如果有幫學生報這個 我們就可以去看那個 報名資料跟比賽歷程 然後 如果說啊 就是老師已經幫這個班報名了 然後報名完後 然後 這個班突然有個轉學生轉進來 那 他即便已經加入這個班級 可是他是在老師報名之後才加入 那 這個新的同學 他就沒有 就不算他報名完成喔 所以說老師可能就可以幫他個別報名了 要用他的帳號 就是去幫助他個人報名 或是就是 全班要再重新報一次 不過這個是蠻少見 但還是會發生 只是就跟老師們說一下 如果說老師已經幫全班報名囉 報完了 然後新同學加入 那 這時候新同學是沒有報名的喔 那我們就可以幫助這個新同學就是 可能到他的電腦那邊幫他個別報名 會比較順暢一點吧 好 那 學生的話 這個是學生用他的那個班級 然後加入代碼 這個應該 這個就反正呢 老師如果是 那個新學年才要用到的啦 大概是三個月後才要用到的話 這個手冊老師可以下載下來 就是到時候要用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稍微那個看一下 看一下 好 來 那就是那個關於開班啊 然後建立班級啊 團體報名啊 然後看到比賽歷程 各樣的功能的介紹 不知道老師們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好 沒有關係 老師如果有問題就再詢問就好囉 好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個 平台基本架構這邊看一下齁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那個 其他資源 就是我們辦了很多研習嘛 然後有的是基礎班啊 介紹那個平台內容啊 然後我們今天這場是那個 其他平台資源吧 認識平台其他資源及功能特色這樣子齁 那所以我今天會主要介紹就是 除了就是平台的其他資源啦 除了聽力 口說 閱讀 智慧 寫作 除了這幾個 就是主要啊 可能老師之前參加過我們酷音的研習 主要的基礎班會介紹聽力啊 口說啊 閱讀啊 智慧啊 之類的 那我今天會介紹其他資源 好 加入班級是輸入班級 代碼 代碼 對 代碼 沒錯 好 然後 對了 要在介紹其他資源之前 我要跟老師們update 一些酷音平台新的資源 新的功能 好 那 首先呢 有一個口說呢 有一個新上架的 這個叫做 pronunciation assessment 語音辨識 輔助教學系統 這新的喔 很新喔 如果老師大概是 兩個月 三個月 這學期 很久啦 都沒有上來這平台的話 會發現 這是什麼呢 是新的功能 他在我們的語音口說 語音這邊我們升級了 我們有新的系統 新的課程 然後呢 還有示範音檔 好 我們來用這個簡報 讓老師看一下 這邊呢 語音辨識輔助 教學系統 就是原來的語音辨識 就以前那個 200句 300句跟500句 語音辨識後 那就是以那個 然後再升級 直接幫大家升級了 升級後呢 我們可以來 看看系統裡面的發音啊 準確度啊 流暢性跟完整性 那這邊呢 一樣功能就是 我們可以聆聽 這個音檔 然後一樣是麥克風 去錄音 那這邊一樣會幫我們看 到底哪些字 念的狀況 這樣子 可能很小啊 等一下我會實際示範給老師們看 重點是他後面多了這個 好像也很小 就是反正他多了這四項 一個是發音 然後一個是準確度 一個是流暢性 最後是完整性 所以多了這四個比較細項的評分 那同時也增加了主題式的課程 增加主題式的課程 好 那我們就直接帶老師們到這個 課程的地方 讓老師們看一下 好 剛剛說的這是口說嘛 所以我們直接到課程專區 國小國中都可以啦 其實這一個語音辨識 它其實是就這個 語音辨識 這個是國小國中高中普高技高都有 那這邊他有幫我們去做簡單的分級 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是Microsoft語音辨識 然後發音評定的服務 像剛才有提到的 它有比較完整四項的區段 然後去做評分 同時主題式的話 還包含了比較多的內容 有文化健康個人成長 教育科技休閒娛樂等等 這樣子 好沒關係 我們可以先看這個表單的部分 好 那這是在這個酷衣裡面的這個表單 的這個部分這樣子 也在同時在訊息區 跟老師們分享 好 好 那老師可以看到像這個200句啊 如果熟悉我們酷音平台 語音辨識功能的老師們呢 就可以看到這200句就是那個 那個國小中年級 然後這300句就是國小高年級 那這邊都可以看到有的是高高 高年級 然後有的是那個 200句就是中年級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很清楚的 有一些問候語啊 然後一些比較細項的主題 這邊都看得到 好那200句300句這個比較不稀奇 啦 因為那個以往就是這樣子啊 這樣然後 比較特別的是有多了這個文化 好 那我們好像今天蠻多是國小老師 那我就比較 比較介紹比較難度低一點的國小的 譬如說 像國小這邊就是適合國小高年級 然後難度大概是兩顆星 那可能老師有教節慶 譬如說最近可能快要到 Dragon Boat Festival 那我們這邊就有Dragon Boat Festival的 Speaking的Practice 可以讓他們去做口說練習 那或是Foreign Festivals and Holidays 這邊的話就是可能搭配一些外國的節慶 所以在文化這邊呢 它就增加了比較是主題式的口說練習 然後健康這邊啊 那健康就稍微再難一點 可能適合國中 那國中跟高中 難度變成三顆星了 所以這可能比較適合國中 Healthy Habits Healthier Food Choices之類的 老師就可以看 然後還有像是個人成長 會看到星星越來越多顆 就是越來越難了 好 然後還有休閒娛樂 可能老師今天的主題是 適合要講talk about a movie 或是music之類的 比較是休閒娛樂的部分 那還有reading呢 那還有像technology 這邊就真的難一點 已經五顆星了 Digital citizenship 這個可能就適合高中了 所以它這邊都是口說練習的內容 然後這都是口說 好 那這就是讓老師稍微看一下 他課程的內容有這些 好的 那我們就直接進來看這個語音辨識系統 那200句300句大概是這個 那因為這個前面這個 老師們可能比較熟悉啦 那我們就先直接看文化這個好了 好 那老師可以看到這介面呢 就是如果老師蠻熟悉 cool English平台的話 這介面就比較 就是之前還沒有升級啦 就比較舊版的樣式 那操作方式也都一樣 好 那因為快要 Dragon Boat Festival了嘛 我們就點選這個吧 一樣喔 紅色字就是不太正確喔 要再嘗試一次 橘色字就是 欸不錯 再唸一次更好 那一樣喔 如果說那個分數異常 就是可能那個網路網速啊 或是系統負荷量超在 這邊就可能要留意一下 那如果老師今天是帶學生 用iPad的話 記得要用Safari的瀏覽器 那如果是一般電腦的話 用Chrome的話 Google Chrome的話 要那個允許麥克風 它會跳出是否允許麥克風嘛 那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來朗讀 那一樣這麥克風是 像是一個開關 我們要唸的時候 我們要點開來 點選 然後我們就開始唸 唸完後 記得再按一次 告訴系統說 欸我唸完了 順便就是 欸關閉麥克風 的這個功能啦 好 我們可以先聽一次 What do you know about Dragon Boat Festival 聽完了 我們就可以來試著唸看看囉 What do you know about Dragon Boat Festival 好 他就去幫我評分 好 出現了100分 我發音100準確的流暢 非常的厲害 好 那如果說 欸我們今天呢 來試看看 就是 呃 看他分數會不會有一點改變的 好 我來試一下喔 然後 It's a festival celebrated on the fifth day of five lunar month 好 故意唸得沒有那麽流暢 那老師本來就可以看到他流暢性就不會拿到滿分喔 即便可能每個字一開始啊每個字都對 然後呢他就不會流暢性的話 欸他全部都變75 流暢性就沒有那麽滿分喔 那完整性因為我有念完喔 所以就拿到77 好 那我們再試一次 It's a festival celebrated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lunar month 好 所以呢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再幫助學生 欸到底是哪個地方可能需要再做調整 欸可能發音OK 準確度OK 念的每個字都念的都對阿齁 所以準確度給了99 好完整性我有念完 但是流暢性剛才就是念的比較慢一點 所以可能fluency這邊就被扣了一點分數 那我們當然在speaking上面也是講求一定要fluency 因為講話也是流暢性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除了可以幫我們來判斷學生的發音的狀況 然後還有看他的發音的準確度 那還可以來看學生的那個口說的流暢性 甚至是完整性 好 所以這邊多了很多新的功能蠻有趣的 這邊蠻建議老師可以來玩玩看喔 就是可以念念看 然後呢 還測一下這個系統看 看你覺得他準不準阿 像第一個給我100分覺得還蠻準的 第二個 我明明就都有念阿 發音他只給我94分 好 那老師就是可以那個玩玩看 然後呢 呃體驗一下 那如果覺得欸不錯 我們或許我們之後口說 也可以鼓勵學生們就是可以來這邊有個新的嘗試 就他跟以往的口說不太一樣 就不會只是說 呃念完然後就給你一個分數 那分數比較是general的一個分數 那這邊的話就比較可以有細項的評分 好這邊給老師體驗一下 好 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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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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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说 那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for an online course I decided to take It's about astronomy 只是這個啊就是真人演出啦母語人士他就會來演出透過兩個人他們的對話裡面然後去了解文法譬如說文法英文裡面有講到那個不規則的複數為什麼有些名字是不規則 然後在這個影片裡面就有跟我們說為什麼有些為什麼 child的複數是children為什麼 men複數是M-A-M-M-E-N為什麼呢然後他們兩個人就會去對話的方式去講解然後搭配中文字幕 What?I thought we were gonna talk about the new Pixar moviefeatured in our new program English at the movies No Kave this is everyday grammar remember?Oh so what's the topic again?Maybe I can help?We are talking about irregular plurals As you know most plurals in English just follow the add an ass rule you know like one book two books Yeah but why is it one child two children?That's a good question as you can see a few nouns follow different rules for making plurals Yeah but why?Well the answer is in our history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borrowed words from many languages 好那所以這邊呢他就會跟我們講解一些可能我們平常在英文課啊就只會跟他們說欸啊這個單數就這樣複數就長這樣就這樣啊對然後呢在這個影片裡面他就會跟我們來講解欸為什麼有些那個那個名詞的單複數就長得那麼不一樣原來是從歷史來的嘛語言的變化嘛有的文字是借可能借德文啊借法文啊 古老古老的英文喔所以呢就是語言的演變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看這個啊可以讓他們也對這個文法就比較更有概念這樣子 然後加上那個啊修除了我們國家要推雙語政策嘛那英文課還要推全英嘛 那有的老師就會想說欸英文文法要怎麼用全英上課齁那我覺得這個影片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啦齁就是他可以用英文來講解那當然他搭配中文字幕可以讓學生就是可以透過影片然後可以來了解這些 一些英文的文法主要一些大的文法架構啦喔這邊都有講解那蠻適合國中生的那一些細項的文法我們當然再用中文補充啊就好了好然後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輕鬆文法動畫影片就要學文法很多的資源那老師就可以看哪一個類型比較適合你的學生就可以來操作 那再來就跟老師推薦這個流行音樂學文法 酷音裡面有遊戲裡面有一個叫打歌學英文打歌學英文裡面呢就是在歌曲裡面然後他會隨機挖控然後去填控 那他挖控的這些控格有時候不一定是文法有時候是一些單字齁 那主要是可以幫助他們練習聽力跟一些單字啦齁那流行音樂學文法這邊呢他厲害的地方在於啊他就是幫我們用 主題的方式然後把這些文法就直接幫我們就是歸類好了譬如說呢我們來看這個實態語實勢語態 如果說老師今天呢想要教那個現在進行式有的老師很喜歡用那個歌曲學英文聽歌學英文 那這邊呢都幫你整理好了你今天要教未來CWILL你就來教學生唱這Don't give up on me 他要教被動語他也我們教always found教這個然後寫控詞這副詞啊比較集 you're my什麼all of me beauty and the beast也可以教比較集 還可以教my love各樣我覺得這也超厲害的直接幫我們把那個文法 然後啊全部就就是那個搭配歌曲欸然後像這個Let it go可以教11動詞3單一般動詞 一般動詞 spanning加ing好多歌曲這樣子齁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首那個 呃大家比較會的啦 11動詞Let it go Let's 11動詞這樣子齁 所以呢這個的話他就可以一邊打歌 然後編選編反 然後編選編反 來前面一點哭 那他這真的是要打字打出來喔 嗯他唱完了 好 好忘記是什麼了 好 然後播放他就繼續了 欸他唱完了好然後好他這個比較挑戰是因為就是你看不到歌詞然後就是真的完全一樣聽的 欸答案不知道是什麼 好 好 我忘記了好 那反正他就是可以在這邊打打歌詞 欸好 我們去打打一首 打一首那個Lemon tree 好我之前今天是練習打的是Lemon tree啦 剛才應該直接好就說Lemon tree Lemon tree是在講那個Ving 他就會玩那個Ving的歌詞 好 好這個的話呢他就是 可以請學生就是稍微留意一下那個Ing的句型這樣子 好那他打完後要按那個Enter 他就會說欸打對了 然後譬如說如果打錯了你按Enter的話他就會說XX然後你也可以再重打一次 Hanging around 好所以我覺得這個的話就是可以拿來就是可能文法已經教完了 然後呢可以用這歌詞去那個挖空的部分 然後讓學生去做練習了 好那這個是位於這個我們的文法裡面的流行音樂學文法 只是這個有些因為是歌曲有時候真的比較快一點 那老師可能就是要帶孩子們操作之前可能 我們可能要上來稍微的練習一下這樣子 好就是流行音樂學文法的部分 好老師目前都還沒有問題齁 好那除了文法外啊 再來我們就來介紹我們的遊戲囉 那遊戲這邊啊 Coin這邊的遊戲有分就是打科學英文 那如果說老師你今天剛才點進來的是國小的遊戲的話 國小遊戲他就只會出現打科學英文選項版 那因為為了給國小小朋友就是比較 比較多的音價 所以我們會給他們3個選項挖空然後給3個選項 他就可以去選項中去選出正確的單字 對於國中生而言呢 這邊的話就提供的是填空版 學生必須要把那個單字打出來 那他才可以那個才可以過關這樣子啦 我覺得打科學英文會比那個流行音樂 學音流行音樂學文法更友善一點 他至少會把歌詞寫出來 然後告訴你今天我挖空是哪一個啦 好那我們就先從選項版 選項版來看 那這邊有幫大家去做分類 譬如說有一些新上架的啊 然後男歌手女歌手啊 之類的啦 好 那譬如說女歌手這邊 我們可能就可以看個 隨便選一首 好 那就來打歌囉 好 最近各縣市辦的縣市活動 很多都是打歌呢 學生的回購的話 多久 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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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是選項版 所以說選項版這邊就有提供三個選項 就是讓小朋友可以直接去做點選 不需要把單字拼出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選錯單字 他還是會唱哦 只是這個分數就沒辦法累積了 就說這個應該是where 那我就不小心選錯 或是我聽錯了 好 那像是啊 還有一個功能就直接跳過來 或是重播這樣子 所以他有不同的功能 那如果點選跳過 或是選錯 他這分數就不會累積 但是各個縣市的比賽 其實都是抓個80分 有時候 選項倒是還好 有時候那個填空的時候 那個歌詞就真的 聽不出來是什麼單字這樣子 然後找歌詞也找不太到啦 所以有時候就是還 就是打到100分的同學真的很厲害 好 然後回來到那個遊戲區的這邊 有一個是填空版 那我們就 讓老師體驗一下填空版的感覺 好 填空版 剛剛是打的是 1000 1000 years 好 那就讓老師看一下填空版的樣子囉 就是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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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和詞和曲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它甚至一個 的方法可以留在 六十年呢 然後可能如果有書公大評論 然後就可以讓學生們 以後 來 然後 然後 好 那像這邊它就停了 然後它就不會唱了 也沒有選項了 所以這時候就是要靠大家的聽力 聽力的技巧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打錯啦 譬如說打錯了 它就不會唱喔 打錯就不會唱 那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按衝波或是按跳過 好 那像這個啊 其實有時候就是可能不知道是什麼單字的時候 我會教學生就是小小偷吃步一下 可以打一下 看你最多可以打進幾個字 然後打打打 最多只能打出四 一二三次 不要說這個字是四個字的 四個字的 然後 可以請他們去判斷一下 順便練習一些文法 有的是文法 文法就可以判斷 那如果一些是基本單字的話 那個就真的要去去聽 然後上下文 也可以去推敲出 這個空格會是什麼啦 所以我覺得打歌學英文真的不太容易 但是這當中就是可以讓學生 複習到文法 複習到單字 英文單字的培養 那然後又同時可以欣賞音樂 所以難怪打歌學英文就是蠻多 老師啊 同學就是最喜歡平台資源當中的一個學習區這樣子 好 那這是打歌學英文的部分 老師也可以來體驗一下 在我們的遊戲 遊戲裡面 那如果覺得填空太難了 我們就可以玩選項啦 那只是選項好像比較沒有挑戰 就是反正你選哪個單字都會過啊 嗯 那填空的話 就可以來體驗一些那個單字的部分 那其實我的學生 因為他們我們這邊小朋友其實程度是真的沒有到很好啦 所以他們在打歌的時候其實也會是去上網去找歌詞啦 那我就是沒有太多的阻止他們啦 因為其實去找歌詞 在他作答的狀況上面 他其實會拖延他的時間嘛 他就會回答的比較慢 所以說程度好的人他其實不會去找歌詞 他就直接用聽的然後直接打 就是程度比較低落的 他就會 需要歌詞幫助 那他在找歌詞的時候 歌詞他也是一邊需要去看那些英文字啊 他才可以知道說再來挖空的是哪一個 再來到底唱到哪一個字 然後他看到哪一個字後 他必須要把這個字呢 就是重新自己再打一次 就不能用複製 有時候酷音裡面的那個 就是有時候歌詞格式會不一樣 所以就算你複製貼上 有時候還沒辦法通過 就是可能字母的全形半形 反正有時候會有像這種情形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你可以找歌詞沒有問題 但是請你要自己打 所以他們其實就蠻會操作這個部分啦 他們會去找歌詞 然後會去看歌詞裡面的那個 挖空的是哪一個單字 然後把那個單字記下來 然後回到酷音的這個 打歌學英文裡面 去把單字打出來 雖然說整個過程可能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可是在這個裡面 他們就是也學了幾個單字 然後也知道這單字的怎麼唸 因為透過聽力 所以算是在遊戲中漏趣裡面學習英文 對他們來說他們算是蠻喜歡的 小小的模式跟老師們分享 除了說打歌學英文外 我們這邊還有一些小遊戲 小遊戲 其實酷音平台裡面 這邊有非常多的遊戲 像小朋友應該都還蠻喜歡玩遊戲 打傳說 現在還有玩什麼各樣的遊戲 所以說小朋友如果要玩遊戲 那不如就要不要請他們 來酷音平台裡面玩遊戲 反正有時候小朋友在外面玩一些遊戲 有時候怕會有一些可能太暴力 或說太色情太血腥 酷音平台裡面的遊戲 都是有把關過的 所以說可以讓他們 可以讓他們直接來這邊玩遊戲 老師們家長們也不用太擔心 好 那這個小遊戲它比較是那個外掛 所以可以看到這是PBS Kids 就是美國的那個 類似公共電視吧 public什麼的東西這樣子 好 所以像這邊有一些最新遊戲 然後呢 這就是外面的網頁了 外面的網頁 當然它就是全英的 所以如果說學生對於那個 不害怕聽英文接觸英文的話 那這邊有非常多的 外國的英文的遊戲 可以給學生們玩 它有一點像情境 然後可以玩一些遊戲 蠻好的 這邊 好 非常多 好 那因為這個就是酷音外面的網頁了 所以沒辦法記錄學習時數 所以老師如果推薦給學生的話 老師這邊是會看不到他們的學習的歷程 實數這樣子 不過 就是英文遊戲 他們暑假也可以玩一下 然後這邊有那個 課程使用建議的小影片 我們南投陳老師有錄製影片 老師有興趣也可以來這裡看 好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是遊戲加年華 很多的遊戲 那像我們英文科的話可以玩的遊戲 其實就像這些拼字遊戲 這些拼字啊 就 呃 可以那個 反正就非常多的遊戲 好 像記憶遊戲啊 記憶遊戲 好 有一些 然後還可以跨領域的 地理的遊戲啊 國旗的遊戲啊 細菌啊 還有什麼 配對遊戲 好 像這個漢堡師傅啊 來簡單看一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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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的LATUS 然後 7 失敗了 好 錯太慢了 可以開除了 好 還有一個 我覺得透過玩這個遊戲 學生就可以把這些 好 然後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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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我們會玩那個Handman啊 有時候老師在黑白就可以畫這個Handman 然後這個要猜Color 啊 三個字 三個字的Color 有老師有任何想法嗎 Color 好啦 欸 真的不對 1 嗯 怎麼有點難 沒有 沒有 都答錯了 我的這個人快吊死了 什麼E 什麼E啊 什麼E啊 Color 顏色 有老師知道嗎 亂猜了 不對 H 有H 得嗎 蛤 蛤 完了 小遊戲 反正就是無聊的時候 有這個小遊戲可以玩 然後有一些提示 像這也可以就全班的時候 欸然後 大概就是可能剩5分鐘吧齁 然後呢全班一起來玩個 猜自火猜人 又有人稱為吊詞鬼Handman 好 那 反正他就在這個 有 遊戲嘉年華裡面這邊 有這個拼字遊戲 啊 對 智慧啦 智慧遊戲裡面有這個 猜自 火猜人 反正這裡超多遊戲 老師們看到這裡一定就覺得 哇 怎麼 怎麼那麼多好玩的 像那個有跨領域啊 健康領域的老師啊 健體領域啊 可以玩這個啊 這個很難欸 The main department of the internal kitchen of a person 是 咱們可嗎 You're right 好 然後咧 又考一次喔 Which line contains words describing a healthy person 喔 這個要全部看得懂欸 這個吧 喔好 所以啊 這個就比較進階 然後算是比較知識性的 這是知識的遊戲 然後可以認識這些器官 跟健康有關的 好 知識遊戲 好囉 所以老師可以自己那個 上來玩玩看 看有沒有老師覺得那個 嗯 嗯 比較有興趣的 知識大部分 蠻多 這個遊戲可以玩的喔 好 然後 除了 遊戲 遊戲 有好多可以講喔 好遊戲 那老師就可以去玩一下遊戲啦 那RPG魔物學員 這個是比較 就是 這個是蠻古老的 呃 就是一般不能說古老 就是我們這個平台裡面呢 就是 蠻久的一個活動啦 那他就是透過 打那個 就是角色扮演 然後在角色扮演中呢 以校園為背景 然後要跟這些角色互動講話 然後打怪 打怪其實就是破解英文的任務 然後學單字 然後最後呢 就是四個章節完成了 就可以 就破解了這樣子 課程 使用建議這個我有錄製影片 那老師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 進來玩一下啦 就是 就是電腦那RPG的遊戲這樣子 好 然後這遊戲的部分 那 除了就說我們遊戲外啊 國中這邊呢 蠻推薦有一個叫做 這個會考增分區啦 然後 這個如果是 是國中老師應該對這個 比較不陌生 但可能也有是第一次聽過的老師 好 那就是他這邊有把就是 會考的題目呢 整理出來 就考古題 那所以說如果說學生呢 可能就是想要拖C 那真的還蠻建議他可以就是 來做這裡的那個 立屆試題 立屆試題這樣子喔 那這邊就是讓他們立屆試題 那如果要增強聽力的話 他還有這個啦 在生活趣事放一聽就比較多的練習題 可以 可以 增強練習 可以去做這裡的練習聽力的地方 這裡 這裡有一些模擬試題 他們就可以去做練習聽力 好 那聽力這邊很厲害的地方是齁 那就是把每一個聽力的音檔呢 就牽在每一個題目裡面 好 那 所以說像這個 以前我們可能播音的時候都要準備CD Player啊 然後很多道具啊 現在只要拿出平板 然後打開酷音平台 來到會考針分區 聽力就可以聽囉 好 那聽完之後就可以直接做選擇 就可以做選擇 那一樣Question list 這邊啊 就是可以直接預覽題目 譬如說可能前面 老師可能想看一下 在理解試題 然後研談理解的題目有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來這邊去抓題目 看到最後一題 第21題 Bad news The seats for the 5 o'clock are all sold out 好 那所以這邊有聽力的部分 除此之外呢 他還有把想解齁 把它寫上去囉 那 這邊就是固音的團隊有幫我們製作這個想解 絕對蠻好的齁 就可以直接說學生就是聽完後 然後做完題目 那可以來這邊去看詳解 那看不懂再來問老師 那1、2年的題目也慢慢的也會上架囉 老師可以期待一下 好 然後這題力的部分 那除了題力外呢 推薦智慧 如果要拖C的同學啊 就是這個複習單次 單體的部分也很重要這樣 所以單體啊 可以來這邊去看 那一樣呢 它就是一題一題的題目就出現在這邊 所以學生這邊就可以用平板啊 或是手機就一題一題的作檔 一題一題的作檔 然後同時也有詳解 有詳解的部分喔 老師就可以直接讓他們 就不用買參考書啦 你這樣本沒帶? 沒有啊 你就叫我過來而已 這給你 我們就可以直接是看那個裡面的詳解部分 然後學生就不需要再買參考書 直接就有免費的資源可以讓學生們來使用 那閱讀的部分這邊啊 閱讀的話 因為我們考試還是會是用紙本 然後加上有時候學生我們也不確定 他是用平板用手機 所以可能有時候螢幕也比較小 比較不容易閱讀 所以我這邊就推薦 看詳解就好了 就是它紙本題目寫寫寫 寫完後去對答案 然後去看那個錯的地方 然後直接做詳解這樣子 去用參考詳解就ok了 對 好 然後所以就是會考的部分 好 我們研習快結束了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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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最後的話呢 就是跟老師們分享那個 因為國中是做會考嘛 那國小這邊的話是那個 有學習輔助的部分 然後學習輔助這邊有一些 基本的資料 基本的題目啊 然後可以讓他們去做練習 那他的就會有一點像那個 像剛才會考那邊 會考那邊的話 其實應該是這個啦 他們國小做的應該是這個 歷屆學歷檢測 練習區 國小是做這個 學歷檢測 那國中那邊就是做會考試題 那他其實 就是提型算蠻 就是說方式啦 一樣是一題一題的題目 然後聽力測驗啊 或說閱讀測驗 他就直接會在題目裡面 這樣子 所以說老師是國小的 然後也有這個 學歷檢測的需求的老師呢 就可以來點選我們這個 學歷檢測的地方 學歷檢測 那如果說國中小這邊有老師 可能是有任教學習輔助呢 那除了說課本裡的內容 已經教完差不多了 然後又覺得說 好像想要補充一些資料資源 給他們的話呢 那這邊有一些基本學習啦 他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 有對話啊 然後有講解的影片 然後有quiz的練習 所以如果說可能老師 有的是有機會我上線上課 然後需要有一些教材 或是補救教學 學習輔助需要有教材 另外的教材的話 文本內容 就可以直接來這邊找 他這邊就是一個一個的dialogue 然後又有講解的影片 然後甚至還有quiz 就有非常多元 非常豐富的教材內容 可以提供給老師們做參考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就是跟老師們介紹 這個班級管理啊 然後怎麼樣派課程 怎麼樣去做 去觀看學生的學習歷程 團體報名跟比賽紀錄 那也介紹了一些課本站立提升包 老師最好的朋友 老師要直接使用酷音 我們直接就從課本站立提升包下手 然後除了一些聽說讀寫 智慧的功能外呢 我們介紹了一些文法 介紹一些遊戲 還有國中的會考增分 國小的歷屆學歷檢測 那還有需要學習輔助資源呢 或是其他外部資源呢 這邊都有學習內容可以供老師們做參考 好 今天研習呢 講解內容大概差不多到這邊 不知道老師們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因為我們現在研習就是切的比較多的主題啦 那今天這場呢 主要是介紹平台其他資源 那老師如果說針對聽說讀寫 聽力閱讀比較有興趣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就可以歡迎參加聽力閱讀 但應該是下學年了吧 所以最後一場應該是一個iPad的研習 老師如果對酷音平台融入iPad有興趣 也可以直接在報名下禮拜的研習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老師主獎喔 好 老師如果有問題啊 還是可以那個 在訊息區留言 然後或是說想要開麥克風跟我交流也OK 好 那我們簽退表單也貼出來囉 老師麻煩一定要記得簽退喔 可以先把這個網頁開起來留著 然後就是 剛剛好像有看到有一位要占導戶的老師 辛苦你了 好 那可能要就是等一下要記得填寫喔 好老師如果有想要跟我們交流的啊 就是或是有問題的啊 都可以提出來這樣子 對 那 欸今天時間很緊湊 中間也沒有讓老師休息 所以也比較不好意思喔 那 沒關係老師就是也可以在那個表單 然後也可以給我們一些回饋 然後或是說有什麼問題想要 詢問的也可以直接留言這樣子 好 不客氣謝謝老師 在今天下午花時間跟我們一起 線上研習 然後跟我們一起就是 使用酷英文的平台 那老師如果喜歡這個平台 然後也想要follow平台的相關的資訊啊 也都歡迎加入那個酷英文的粉絲專頁 他裡面就是都會發布一些課程的資訊 或是比賽內容 或是他就有時候會結一些小小的短影片 然後介紹平台的有什麼什麼資源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齁 就是可能平常沒有空 沒有那麼多時間 每天都上酷英網站去看他有什麼內容 但是就是有時候我也是就是從他們的Facebook臉書 然後的粉專 然後知道說最近有什麼新的消息 然後最近有什麼不錯的課程 然後或是前陣子還有辦那個抽獎 老師的抽獎活動也蠻有趣的 然後所以老師如果喜歡這個平台 想要有就是有追蹤這個資訊的話 就可以來follow那個Facebook OK 好老師記得要簽退喔 有問題的老師也歡迎提出來喔 謝謝老師